第一姐妹早晨 早晨 首先我代表殷福神学院 来和大家问安 也很感恩今天教会 让我能够在大家当中 来分享神的话语 或者我想先问一问 多少人未听过殷福神学院 可否举他手呢? 大家都听过的 有多少人有参加过 我们神学院的一些课程或者活动呢? 可否举一下手呢? 也有一些 希望就是今天分享的讯息 以及一些希望给大家一个鼓励 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神学教育上 大家一同的成长 其实神学是什么呢? 听起来好像一些高深莫测的东西 但其实就像刚才的诗歌说 神学就是学神 是吧? 我们每个人呢 其实都应该去成长 更加像我们的恩主 也都因为 我们能够更加像我们的恩主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 他的福音真理的恩典 和人来分享 我想最近在香港社会里面 其实一个 常常大家听到的讨论是什么呢? 就是人手不足 对吧? 无论可能是在航空业界 或者是在餐饮业界 医疗界 介育界 可能你不只是听到这种讨论 或者有些亲身的看護 比如说 有没有大家去喝茶的时候 发觉 为何到处都找不到那位服务员 最近我都听到 我一个小组里面 一位肢体分享 在公共医疗界服侍 他说其实团队 现在是差不多少了一半人 也有很大的工作压力 还有可能更加的 不单止是辛努 也很感觉到 希望可以给更好的医疗服务 对象 可惜真的有心无力 但是教会的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的疫情 也令到不少的信徒 身心灵是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很需要人去鼓励安慰 疫情已经带来了不少的人 是因为健康的缘故 生命有这个危险 很多时候就很需要人 把握的时间机会 来向他们分享福音 而我们也看到 即使现在教会 开始呼吸回实体的聚会 但过往一段的日子 也令到一些弟兄姊妹 习惯了网上 又或者因为 是和弟兄姊妹的 关系疏离了的时候 对教会的归属感 或者关心都少了 都很需要有人去联络 而去关心他们 那肯定移民潮 对教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如果我们说今天 教会人手不足的状况 用十个桶 多少盖 这个比喻来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 十个桶有多少个盖呢? 你不用告诉我 可能你自己去思想一下 那面对这么大的需要的时候 有时候呢 可能我们也会觉得 哎呀 那我做到多少事呢? 我做到的事 又有没有真的 可以帮到那个处境呢? 你面对很大的需要的时候呢 其实人也容易 会有一种的沮丧 或是失望 没错 就算跟随耶稣的十月门徒呢? 都曾经面对这个处境 就是说需要这么大 但觉得自己有无能为力 我们今天呢 就来看看 起码福音的第六章 三十节到四十四节那里呢 一个我们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 耶稣所行的神迹 但今天我们的焦点呢 会去看看 在当中 我们看到 主是怎样满足人的需要 但更加重要就是 主也是去让他的门徒 能够参与在这个服侍的里面 那或者我们首先呢 来到去读一读经文 大家可以看这个头影片 或者你手上呢 是有这个讲道的经文的系统 那请大家留意 听我读出来 马华福音的第六章三十节 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里 把一切所做的事 所传的道告诉他 他就说 你们来 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 他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 他们就坐船 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 众人看见他们走了 有许多认识他们的 就从各城步行 一同跑到那里 被他们先说到了 耶稣出来 见有一大群的人 就联敏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 没有木人一般 于是开始 教导他们去的事 天已经很晚 满徒进前来说 这地方偏僻 而且天已经很晚了 请叫众人散去 他们好往四面的乡镇村庄去 自己买些东西吃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对他说 我们要拿两百个银币 去买饼给他们吃吗 耶稣说 你们有多少饼去看看 他们知道后就说 有五个 还有两条鱼 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 一早一早地坐在青草地上 众人就一群一群地坐下 有一百的 有五十的 耶稣拿着 这五个饼和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抹开饼 第二级门童 摆在众人面前 也摆了两条鱼 分给众人 他们都吃 并且吃饱了 门徒把饼和鱼的碎小 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男子 吃饼的男人 共有五千 这个事件的发生 如果我们看回 第六章前少许的经文 在第六章的第七节 我们看到背景 万福音六章七节 告诉我们 在这件事之前 其实耶稣曾经猜派 他十二个门徒 去不同的地方 两个两个一对 去传道 以及给了他们的能力 权柄 就可以去行神迹 所以我们看到 十二和十三节 说到什么 说到门徒出去之后 果然传道有人悔改 说行神迹 赶出轨 医病人 都能够做得到 所以 在这个三十节 刚才我们所读的 开手说到 门徒回来耶稣那里 很兴奋 很开心地 将他们所做一切的事 都报告给耶稣听 耶稣接着 就跟他们说 我们需要一个 安静休息的时候 好了 不如我们去一个 离开人群的地方 去休息一下 因为耶稣 周围有很多群众 甚至经文说到 他们忙到 想来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于是他们怎样做 他们就坐船 由加利利海的一边 去到另外一边 不知道大家 当中的第一节目 有没有人去过 以色列地旅游 这个就是 加利利海的北面地带 可以想象就是 耶稣可能是 由这边坐船 去过另外一边 因为耶稣的目的 想暂时离开人群 让大家可以有个安静休息的时候 但想不到 刚才经文告诉我们 那些人见到他们坐船 可能离开岸边 不是太远 就见到他们船 向另外一边的岸 来走的时候 于是他们怎样 说他们着弱 兴奋到什么呢 就是他们由岸边 沿着 一路走来追耶稣 有些要追星的感觉 一直追到去 结果就是 当耶稣和门徒 去到另外一边下船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他们 他们等着耶稣做什么 原来他们很想听耶稣的教导 所以耶稣就临时开了 一个延经广道大会 那你想想 听耶稣广道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很快就过了 结果呢 这里告诉我们 天已经很慢了 开始 特别是古代 大家都知道 惹恶的地方 既没有灯光的照明 你也很难继续聚会 第二就是 人开始饿了 于是门徒就来提醒老师 不如叫他们回家 或者自己去找地方 买东西 那样 想不到 耶稣就给了一个难题 他们 耶稣说 你们 吸他们吃饭 面对这麽大的需要 主耶稣的命令给门徒 是否要叫他们觉得 其实呢 你们知不知道 虽然你们曾经好像很成功 但是呢 其实呢 你们的能力也很有限 但我们看上去的时候 发觉 不是 耶稣不是要他们 去经历一种挫败 而反而 因着这个 这麽大 这麽难的需要的时候 耶稣呢 是要继续地去教导 他的门徒 让他们 我们认识到主 他莫大的怜悯和能力 今天 同样我们面对 无论福音 或者教会 事工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知道 是又大又难 绝对不是我们 靠自己的能力 能够去成就 但我们也可以 从这段的经文里面 学习到两个重点 第一 当我们服侍的时候 我们要谨记 我们的服侍 是因主的怜悯 第二 我们能够去服侍 更加重要就是 因为主的大能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未曾 继续去看这段经文之先 我请大家和我一同的讨告 我们主我们的神 我们感恩 我们要赞美你 因为你确实是那位 满有荣光大能的主 当我们思想到 每个主日 我们聚集 我们能够去敬拜 亲近这位 拯救我们 亦都今天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作出各样奇妙的 作为主的时候 主要我们真是满心喜乐 亦都有感恩 主要特别让我们思想到 就是我们蒙恩 是你的恩典 主要不是我们 懂得来寻找你 是你亲自的 寻找我们每一个 愿意当我们思想到 你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愿意同样 将自己交给你 给你使用 来回应你的恩典 主特别愿意 在今早 透过你自己的话语 教导我们 到底我们 应该如何按照你的心意 来服侍这个世代 我们的愿望交托 是奉主耶稣的名义求 阿们 我们要因主的怜悯 来服侍 这个五饼二元的神迹的起因 我们可以在六章的三十四节那里看到 那里是一句很有感情的说话 那里这么说 耶稣出来 见有一大群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 没有木人一般 他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 没有木人一般 五饼二元的神迹 是因为主的怜悯而发生的 那到底怜悯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明白 怜悯就是 你看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有一种同情心 很想去帮助 本来是一件美事的 但我也发觉 原来有些人 又对怜悯有种不同的看法 曾经有一次 我收到一个辞事机构 寄一些募捐信 这个信上面有这样的说话 我们不是要怜悯 只要有机会自力更生 我想了一段时间 是不是社会上的人 有了一个感觉 如果你去怜悯人 就好像看低对方的呢 当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 我们很肯定 上帝的怜悯 绝对不是看低人 如果我们看回 新约圣经里面 怜悯这个字 原来很奇特的 其实它又不是出现很多次 全新约圣经里面 在福音里面 只有十二次 而这个十二次的论面 有九次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怜悯 似乎这个字 在福音书里面 成为一个对耶稣 他的爱 一个很独特的描述 主是怜悯人的主 另外三次 出现在耶稣说的比喻里面 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怜悯的意义 第一个比喻 就是在《马太方》十八章 就说到一个王 他因为怜悯 一个的仆人 虽然他欠了他 可以说天文数字 那么大的一个债务 但是他都免除了他 另外一次出现 就是《路加方》的第十章 《好撒玛利人》的比喻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耶稣的时代 撒玛利人和犹太人互不来往 甚至彼此排斥 这是因为有些历史文化的背景 但这个比喻里面 就说到一个撒玛利人 他走过 见到路旁 有一个受伤 几乎要死的犹太人 但他就因为联盟 宁愿自己的行情受到阻碍 也愿意付出金钱和努力 去帮助这个垂死的犹太人 最后一个怜悯的比喻 就是《路加方》的十五章浪子的比喻 这个浪子本来在家里面 是享受爸爸作种的宠爱 但他就要自己走出去玩 于是就拿了自己应有的产业 但很快出去就揮霍了 当他在一个很贫乏 很怜悼的情况里面 就想起 不如也是回家吧 虽然心里面有很多羞愧 但也要回家 想不到就是 爸爸竟然在屋门口 时尚等待他回来 所以一见到浪子回来 就不理会这么多 马上跑去 去拥抱他 所以从这些比喻里面 我们也看到 《怜悯》是说一种 是很体重 也很愿意付出 一个很大的代价 来帮助又需要的人 一个行动 如果我们也细心去看 《怜悯》这个字 也很有意思 这个字 在和合本一些地方 翻译的时候 他翻译做什么呢 翻译做 《动了慈心》 《动了慈心》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见到一个需要 你的心很受感动 对吗 但如果我们看原文 又发觉 原来他用的字 不是心 即是心脏的心 他用什么字眼 是一个形容你内脏 即是肠胃的字眼 其实我们想想 又很真实的 我们人 一些情绪 情感的反应 其实首先是影响 你的肠胃 对吗 当你有时有些压力 不开心 你是胃痛 还是心痛 或者有时候 有些人就是 有些很紧张的时候 比如说那天要孝功开示 那些 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会什么 吐射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 令你内脏 肠胃都会移动了 所以是一个很生动的词 他形容就是 主对人那种的 连述、怜悯 真是一个 令到他心动 完全的搅动的 一种感情 我们看到主耶稣 他很愿意 去了解人的困苦 和悲哀 即使我们自己的软弱 挣扎 他一样 愿意去看书 不会轻看 不会鄙视我们 当我们也看到 在经文里面 看到这种的怜悯是什么呢 见他们如羊 没有木人 即是说 主耶稣看到 人那种的无助 用羊 没有木人 去形容无助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完完全全 绝绝对对的无助 因为羊这个动物 我们知道 他没有什么特长 他不懂得去找食物 他一定要靠 每个人 带他去找草 和水 如果他迷路 他又不懂得 找路回家 有些动物 都懂得用自己的方法 找路回家 他不懂得 如果遇到有猛兽的攻击 羊 就角又不够利 牙齿又不够尖 又没有爪 又不走得快 即是说 完全不懂得保护自己 所以 在古代犹太人 在生活里面 他们常常接触到羊 他们很明白 这个比喻的意思 可能今天我们现代人 就不常见到羊 但可以试想想一下 假如 你家里有宠物 当中有很多电影节目 可能家里有些宠物 对吗 那你又去旅行 家里没有人 那如果你不放一些 食物和水的安排 或者找人照顾他们 那你回来的时候 就一定会见到 一个很可悲的景象 那我自己也有个 亲身的体悟 就是大概一年前 开始 在家里养了一两只猫 那现在就发觉 朝朝 就要早起床了 因为每到六点多 他就在这儿找我门 便在这儿开始 有时我想 不行 要解决 于是我就买了个门室 就顶住门 应该找不上 对吗 但接着 你又会听到什么呢 喵 听到你整个人的心 都好像融了 对吗 很难继续躺下去 结果 现在我养成了我的习惯 通常六点多都要 一定要起床 我们人都有这种反应 对一种 一种很有需要的光景 我们很想去帮助 但这里 你也提醒我们 因为主耶稣看到人 如羊 没有木人 主看人的需要 和我们看人的需要 也有不同 有时候 我们看人的需要 我们看到 这个人的脾气真的坏了 很需要有人教他 或者有时我们觉得 这个人真的很懒惰 很需要人去提醒他 我们看到人的需要 但我们不像主 看到人的需要里面 他的问题 是因为他没有上帝 我妈妈已经回到天家 有时我很记得 她跟我聊天 她说到她去旅行 跟一个好朋友去的 当然两个人就去同一个房 以前大家都很好朋友 但那次去完旅行回来之后 我妈妈有点不开心 她说 我这个朋友 平时跟他相处 就好像没什么问题 到去旅行的时候 就发觉 这个人很自私 那我不说这些细节 是吧 但我妈妈信主 是 说完神言之后 他就说了一句话 不过 他未信主 所以他就是这样 我都应该把握机会 向他分享福音 是否 我们看人的需要 我们能够从他表面的需要 看到他最深层 最大的需要 就是上帝呢 我愿我们能够像主耶稣一样 学主的怜悯 看到人是无助的罪人 需要上帝的请求 主不单止明白人的无助 他也要他的门徒 去学习了解人的无助 当主耶稣要行这个神迹之先 他怎么做呢 他吩咐门徒就说 你去看看有没有食物 那代表什么 十二个门徒就要去人堆当中 逐个逐个问一下 你有没有食物 你有没有收拾东西 可以拿出来大家分享 我们知道 经文告诉我们 最后男人有五千人 五千的男人 相信当中一定有妇女 还有我们从其他福音书里 都知道有十元 一些小一点的都起来 所以当时学者估计 人数大概有一万人 那么多 但当门徒 走到他们的人群当中 问他们有没有食物 其实不单单和他们交谈 他们会很直接的 真的接触到这些人 看到他们已经很疲倦 看到他们很饿 看到当中有些苦愿 如果好像门徒的提议 就说 不如叫他们散开 叫他们去四面的乡村里 自己买东西 听起来 就有个挺好的计划 自己固定自己 很简单 但行不行得通呢 当门徒去到群众当中 看到他们的真正需要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都明白 没有可能是这样的 将他们赶散了 同样地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愿意被主使用去服事 主也要我们去认识人的需要 因为唯有认识人的需要 我们才能够有这种同理心 亦容易将一些障碍 一些烂到我们去服事人的情况 可以拿走 有一次 有一个祖元 查完经后很不开心 祖长也没有好好预备 当然他有些不满 也好像是合理 但后来主就很好 让他这位祖元 无意中听到 原来祖长昨晚没有教训 因为他的宋文仔病了 所以他整晚都要起床 照顾他的宋文仔 所以他就会知道 原来祖长根本没有好好休息 所以将来就没有很多充足的时间 预备他们那晚的查经 当时他明白了这个全境的时候 跑到他对祖长那种 仍然愿意忠心的去服事 就有一种尊敬 没错 面对人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佛力 我们有时候 连那个很简单的怜悯的心都没有 我们是需要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知道主的怜悯的时候 亦给了我们一种信心去服事 因为如果主怜悯的人 当我们去服事人的时候 就算我没有能力 但是主怜悯的人 他必定会帮助我们 有些时候 我们不愿意服事 亦因为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觉得 我去服事的时候 会不会我自己的需要 被忽略呢? 因为你可能真的要拿出一些时间 拿出一些心力 就像一个宋文仔 如果你说 可不可以和我分一些糖 可能他说 都可以 但当越来越多人 你问他拿的时候 他就发觉 我的糖就越来越少了 他就可能不想分享了 我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有时 你服事里面 都曾经有这样的感受 这是人之常情的 但当我们越更深地明白 主的怜悯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都知道 我们愿意服事主的时候 主必定也都会 关心我们的需要 我自己也曾经有一个很深刻的学习 很多年前 当时我宋文仔还很小 就像当中很多的家长 也是 一到考试时间 就会怎样呢? 我形容就是车轮战 因为他们同一间学校 所以考试日子时间 都是同一段时间 早上就帮哥哥温书 下午就帮妹妹 然后晚上想再帮哥哥温书 总之一定要有个安排 谁知道那天 突然下午 或者近住 差不多吃晚饭的时间 都已经是 我先生就给我电话 他说 今晚我本来约了一对夫妇 未信主 因为婚姻有很大的困难 他约了他们 就去参加福音聚会 但突然之间 教会要开执事会 他不去也不行 他说 你可不可以去呢? 我也是真的有得挣扎 因为安排了时间 帮婚姻温书 如果我去了怎么办呢? 但我同时也明白 是啊 很难得的机会 也知道这对夫妇的需要很大 因为都是我们这些朋友 所以我结果就和神说 我只能够把婚姻的考试交给你了 那我就去了陪这对夫妇参加一个餐会 那我感恩就是 这个餐会里面 确实对这对夫妇有很大的提醒鼓励 以至他们愿意继续回教会 那我小朋友呢? 我那一辈子就真的很阴谋 起来我也想 不会不会呢 本来帮婚姻的课 明天就会考得很好呢? 后来我就知道 也是勉勉强强的 但后来呢 当当整个考试完了之后 又给了我另外一个惊喜 惊喜是什么呢? 就是本来我小朋友呢 这么多课里面我最担心 怕着不合格的就是数学科 是他最弱 怎知道那些考试里面 竟然他的成绩出来 是全班最高分 从来都没有试过 我觉得神真的很大 年文 给我的鼓励 知道我的需要 主必定有他的预备 我们怎样能够更加多的认识 明白主的年文 或者主其他的属性呢? 其实我们知道 神的话语 圣经里面 有很多在以往的日子里面 神所作的事 或者很直接的在圣经里面 讲给我们听 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假若 如果我给你一张子 请你去写上 圣经里面 关于神的怜悯的事 你可以写多少呢? 当我们面对有需要的神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和人讲述 上帝的怜悯呢? 其实圣经有很多的例子 帮助我们 譬如我看到 大家可能都知道 创世纪里面 第一个帮神起名的 是谁呢? 竟然是一个被 因为在家里面 受到那个 丈夫的 原配妻子的逼迫 而离开家里的妾侍 就是夏夹 当夏夹离开家里 逃走去抗野 结果就是上帝猜 他的使者 去劝他回头 否则 其实他可能已经死去抗野 又或者当我们去看到 好像在路德记里面 南岸米一个 去到一个年纪很大 又失去了一切 生命里面的盼望 没有起落的一个光景里面 但上帝仍然联敏他 借着一个的 师父路德帮助他 当南岸米回转 回到神的子民当中的时候 上帝就重建 他的家庭之落 当然我们知道 上帝做的是更大的事 所以今天 你和我都听到 南岸米这个名字 这些就是 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 很真真实实 上帝是一位 怎样的联敏人的神 当我们今天 走进去人群 我们看到 很多不同的需要的时候 能够记得 神他自己 曾经怎样的 施联敏 就能够更加坚定 我们相信 今天 上帝仍然会 对有需要的人 施联敏 这个就成为了 你和我 服侍的动力 不单止 因为主的联敏 我们服侍 更加重要 我们的服侍 都因为主的大能 没错 我们说 很多很多不同的需要 就像当日 门徒所面对群众的时候 怎样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门徒觉得软弱 无力 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而耶稣又说 你们吸他们吃白 在原文里面特别强调 你们给他们吃 那陈徒怎么回答呢 他说 我们去哪里买200个银币的饼 给他们吃 200个银币呢 就像当时一个人 一年的工资 那当然门徒就没有那么多钱 就算有那么多钱 那去荒野 你去哪里买饼 所以根本就是 没有可能去做到的 但是呢 当主告诉他们 你们吸他们吃白 其实主是给门徒一个机会 去经历他的大能 去解决人的需要 有一次 有个小银币呢 就跟他妈妈去买东西 去到一个店铺里 有些糖果 摆起很多不同的瓶里面 那老板呢 看到小银币很有趣 那时呢 就想哼他开心 就跟他说 啊 你去拿些糖吧 我送给你 那小银币又有有意义 不敢去 那老板想 可能怕丑 好 那时他就去帮他拿了 就给他一些糖 那当我们出了店门的时候 妈妈就问那小银币 啊 这个是不是很害臭呢 刚才不敢去拿糖 那小银币就说 我那小银币就这么小 他拿呢 不是很多的 但缩缩的手就很大 他拿给我更好 没错 面对服侍的需要 我们就像门徒一样 觉得我们自己不足 但是呢 当我们愿意去服侍的时候 有主差显我们去服侍的时候 你会体会到上帝的大能 我们不需要怕 服侍里面的困住 因为困难越大 上帝的能力 我们会看到更加的大 难处带 上帝的能力更大 大家可不可以跟我说一次 难处带 上帝的能力更大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肯定 我们要参与的服侍 是主差显我们去 如果是他的旨意 他必定会施展他的大能 帮助我们 但如果要经历上帝的大能 我们也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要信靠信服 神迹是怎样发生呢? 当然耶稣可以说句话 突然间就出现很多的饼 和鱼都可以 但他不是这样做 他是吩咐门徒去问 去找 结果就找到 一个圣蚊仔 随身带着五个饼 两个鱼 可能他出门口的时候 他的妈妈 就好像我们当中的姐妹都会 一定会为圣蚊仔预备一些食物 是 那我说这个小孩子的一些食物 如何去满足 差不多一万人的需要呢? 我们看到主耶稣祷告 然后就抹开饼和鱼 然后就交给门徒 由门徒将这个食物 再传递给不同的人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门徒是没有这个信靠信服 当耶稣带饼和鱼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怎样想呢? 哦 那给了多少人呢? 坐在前面那些? 很难做的 好像不是很想去做 又或者就算当他们拿到去的时候 他们想 也不知道可以抹到多少出来 不如就跟那些人说 大家不要拿那么多 吃半饱好了 那大家分吧 如果门徒没有那种信心和信服 神迹的后果会是怎样呢? 绝对和经文所说的会不同 经文说什么? 所有人都吃饱 还有剩下十二男子 那时候我想 为什么刚刚是十二男呢? 不知道是不是留给门徒做宵夜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服侍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信靠信服上德的教导呢? 我们会成为了他施展大能 帮助人的障碍 就像门徒一样 如果他们不是相信 主能够有足够的食物给所有的人 这样 这个神迹 就会大打折扣 很多时候 其实上帝解决人的需要 或者难处 也不是在一瞬间很短的时间之内 有时候可能是一个过程 最近认识一位姐妹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们在一个小组查经 她前几个月 就和我们分享到 她一位的亲人 她的嫂子 就硬病复发 她很担心 很想和这个嫂子传福音 但当时她的心很硬 她只能够每次 或者在电话 聊天 或者去探望的时候 就和她说 我可不可以为你祈祷呢? 她所起初都行 她就想 如何下部能够和她分享福音呢? 很感恩就是 她都愿意 虽然她都信了主 不太久 找了机会 就开始和她说一些经文 最后她的嫂子就愿意决字 她很开心那天和我们分享 说我数完缺字了 但同一时间 她又知道她数日子可能不多 所以她就想 可不可以 请牧者去到医院里面 为她嫂子来床边施洗呢? 但她又不知道她哥哥的反应会如何 因为她哥哥未信 会不会她哥哥觉得 哎呀你这样做 好像说她快不再世了 是否这样的意思呢? 她不知道她哥哥会否拒绝 所以她也请我们讨告 然后最后她就问她哥哥 也问她的数 想不到 大家都同意 于是下一步 她就想 要快点去找个牧者 但当她跟我说电话的时候 刚好我就是在工作当中 我也想 会不会我立刻帮她找哪位牧者呢? 当她在打听 找哪位牧者可以帮忙的时候 她就问那位护士姑娘 我如果请一位牧者来 有没有时间的限制? 因为那时候是说 几个月前 医院也有些限制 那护士跟她说 其实我们医院也有牧者 就是软木 她说是吗? 她就立刻去找个软木 软木来到 再一次带领她 她就数了一个很清楚的护士 亦都为她的床边施了一世 但更加大的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就当这位软木再次和她的嫂 去分享福音的内容的时候 她的哥哥是在旁边听了 然后那个软木又问她哥哥 你又愿不愿意都和你太太一齐信主呢? 她哥哥与头 这个对我姐妹来说 是一个意上不道的 因为她说她哥哥向来比较硬心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 但问题是 我们愿不愿意有信心的 在一个好像 一个服侍的起始点的时候 是愿意一路的 来到仰望主 给我们有这个信心 也都相信她会显弹能 而我们继续为了这个服侍摆上 有时候 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更加需要从神的话语里面 藉着所记载的 在历史里面的作为 而坚定我们的信心 有时候有些人或者会跟你这么说 圣经里面那些东西 可能都是神话故事 如果你听到 那你会怎么回应呢? 你能不能够和对方解释 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呢? 今天是神学主日 我们很感恩就是 恩福神学院能够在恩福堂里面 和教会一同的同工 来建立大兄姐妹 我们的课程 其实有圣经科 神学科 也有一些实用的科目 也有宣教的科目 最近我们也开始了 不仅是在课堂上课的情况 也有网上的教学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到底哪个学习的模式 你是可以去采用的 也要借助我们的课程 来帮助大家 建立你对神的话语 对神自己的认识 以及各种的装备 如果你说 我也有点怕做功课 你可以试试 我们亦有一个 不用做功课的普及圣经课程 容许我们买一些广告 在暑假期间 我们有陈锦佑牧师 我们当中教导上行之师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登入我们学院的网页 看看我们不同的课程 看看我们有什么课堂 你是适合的 希望在暑假中 大家考虑 会不会去把握一个机会 来报读我们的课堂 在这个抗疫的颜值里面 我们看到 门徒不是厨师 他们只不过可以说是企台 我们去服侍 不是说我们能够帮助人 而是我们只是 将主的恩典来传播 让人有机会来领受神的恩典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因为主可以完全不需要一个人的参与 他就成就他自己的救赎计划 但他今天给我们 每个人都有一个的机会 有一个的福分 能够参与在他的事工里面 愿意大家同样的 憑着信心 去领受上帝给你在不同崗位上面的呼召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允许我们 因为你自己的恩典 你的大能 我们能够为你作供 而且你允许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 主要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深信在你的里面 我们能够借着你所赐的怜悯和能力 我们能够将你的恩典 来和人分享 我们感恩交托 愿意主你帮助我们 认识我们每个人的自明 以致我们一生不往过 当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 我们能够听到你所说的就是 我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们的感恩交托 是奉主耶稣的名而及 阿们